謝謝主席各位先進 剛才其實各位委員講的話我都尊重啦 不然是邱...也不是邱志偉... 許智傑啦齁...不是邱志傑 許智傑啊...講話...講話都聽不下去了 真的啊他應該把袁世凱扯進來啦 扯那些人都不在了 在95年齁 95年真的有影響就只有一個人嘛 陳水扁還在其他都死掉了嘛 扯這個東西...有點好笑 你不要...這是我時間...你不要回應... 你不要回應...我沒有問你...你出去... 你出去...你出去... 這個道道地地就是為陳水扁個人量身訂做的一個處罪話 我就請教司法院法務部兩位長官 請問這兩位長官你告訴我 這是政治事件還是法律事件 來司法院的副秘書長先講 回答就好了我時間很有限喔 快快點講 政治還是法律 這個我們... 政治還是法律 政治還是法律 你回答我嘛 我們出來是要表示法律意見給貴委員會 是政治事件還是法律事件 那我們真正大院的職權決定 謝謝 功德...來來來... 來蔡次長 法律事件 這怎麼...這法律事件喔 你講法律事件 那兩位贊成那就問蔡次長 你贊成...我們不要講這件事情啦 你是法務部的次長喔 代表法務部講話小心喔 你贊成審理中的案件 可以透過修法讓它變有罪或者變無罪嗎 你贊成嗎 你贊成嗎 不要講這個案子 贊不贊成你判 通案 你這個...你這個問題 我沒辦法講贊成不贊成 我今天打來的話備詢 好啦我不可以...因為我實際有限嘛 你尊重我 你尊重我的時間好不好 尊重尊重 你尊重我的時間那你就不要講話 大家都非常清楚 當初的時候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把它除罪了 為什麼沒有國務集合會 因為正在審理當中 正在審理當中 怕殘礙司法 怕破壞司法 怕干預司法 司法院的長官聽清楚喔 立法院是基於這樣子 否則那時候的死空各位都知道很清楚 柯建民講話算數啊 雖然他少數黨 朝野協商都非常尊重這個在野黨 他那時候放進來就沒事了 那時候為什麼不放進來 就是因為審理中 請問司法院 現在是不是還在審理中 還在審理中嘛 那為什麼現在要修 那時候為什麼不修 現在為什麼要修 因為在審理中的案件 你去用透過 你去用透過 為什麼提審 報告委員 我們原則上不干預 這個獨立審判的這個案件 這不是說 這這麼大的案子 世紀大案 干預個案 對我們尊重我們何怡婷的決定 那我現在是手頭上有他們 我時間把貴講講快點來 講重點就好了 陳水北案停止審判 他的時間是在105年 105年到現在6年多了 快7年了 對 然後他的提示審判是 何怡婷是用因疾病不能感染 因病沒有錯 刑事訴訟法 蔡次長很清楚 刑事訴訟法有講 因病 他不能夠到院來交叉結問 所以庭審 有這條 有這條 那 為什麼 2019年 看這個 黃崎 申請 因病 停止審判 法院駁回啊 法院駁回啊 阿扁就不敢駁回啊 因為他叫陳水扁 他叫黃崎啊 就是這樣而已 當然是政治事件啊 蔡次長就睜眼說瞎話 說這是法律事件 笑死人 笑到人家的大牙 還有虧你是法務部的次長 這當然是政治事件啊 為什麼黃崎就不可以 黃崎也申請因病 提示審判啊 法院駁回 駁回 你不要回答 你不要 我沒叫你回答 等待我時間到了 你不要回答 你不要回答 你不要一直搶功 你要當部 要不要當部長 跟今天表現沒有關係啦 你不必那麼急著講話 你再多講話 就能以為你想當部長 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得到 阿扁現在 可以參加各種活動 可以主持節目 可以上專訪 他為什麼不能夠去法院交叉結問 為什麼不可以 法院為什麼不敢續審 來 司法院講一下 為什麼 報告委員 這是何毅庭的 知識很尊重 你看到何毅庭 大家很清楚嘛 中華民運國現在法院是民進黨開的嘛 碰到阿扁會轉彎 碰到民進黨的案子會轉彎 就這麼簡單嘛 法國部也是如此啊 請問次長啊 他踩了多少中間的紅線啊 裡面有三部啊 不可以公開 不可以接受媒體的採訪 不可以這個 不可以那個 有沒有通通去啦 接受採訪 上媒體 自己主持節目 為什麼把它抓回去呢 為什麼不執行 不續審呢 來給你三十秒這樣 第一個 因為剛剛那個 我們委員提出一個非常關鍵 就是說審理中的案件 不能為他來量身定錯 但是齁 你站不站成 沒有 我提供一個 你站不站成 當時六百多個特別會的案件 有的是在偵查中 有的起訴以後在審理被判免訴的 所以 那時候起訴到李秀蓮跟尤徐坤 你不要再講 你不要再講 提到他他會生氣喔 沒關係 他們 他們那時候起訴李秀蓮跟尤徐坤 記得喔 記得 喂 我三十秒你要扣掉十秒 你跟我講話插話齁 當時包括世貿林都是在一審被判免訴 所以我因為講這個 你的數據比較作遠 因為不是因為審理中 就沒有辦法來修這個法律 因為 那時候他鬧了補充你 不許講了 不許了 你已經超過三十秒了 超過了 超過了 不許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來 我三十秒講完 超過了 三十秒超過了 你怕我講話 你讓我講清楚 那給你五秒鐘來 這五秒 請計畫都不是五秒 十秒 十秒 所以 審理中的絕對不是作為 我們要不要修法 真是一個惡法 大家都痛恨 就 就針對一些好可憐的 我們不是說所長 我們先不討論所長 那我們大家來聽他解困 有什麼不對 所以 委員你那個前理是錯的 審理中的案件 不是說作為能不能在這裡修法 好了 你超過三十秒了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你可以停了 超過三十秒了 超過三十秒 來 我再跟你強調 那時候為什麼要修這個案子 因為七千個行政所長 每一個所長旁邊的請辦人員 兩個三個 上萬個 血流成河 浪費太多的 不要說浪費 耗用太多的司法資源 那時候社會有這個共識 要修 那時候是修 如果國務局要會 真的可以修 那時候修掉最簡單 一次解決 為什麼修 弄不了 因為其他的案子 就是陳順平的案子 在審理中 而且他的案子太多了 所以 這一條沒有 沒有被大家接受 就這麼簡單 我告訴你歷史 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我在 所以 我要強調的一點在這裡 今天這個是一個 道道弟弟的政治問題 量身定做的法案 兩位都是法界的啦 其實法界最痛恨的就是 法律問題政治化啦 今天到底就是量身定做的儲罪化 真的 那大家也很清楚 其實阿扁 你修了這條 阿扁還有11條 他總共11條 但是 他的旁邊的人 麻用程就有用啦 麻用程就無罪啦 麻用程現在被賴清德所用 就無罪啦 就可以好好用啊 可以出國去啊 可以處理什麼事情啊 重點在這個地方 大家明眼看得出來 阿扁是當著一個擋箭牌 可是他也要啊 名分他也要啊 他也要除罪掉 所以我在強調最後一件 最後一件 我對於各單位都不表態 我表示嚴重的遺憾跟抗議 我們要修囤房稅 財政部反對喔 我們立法委員提案 行政部門都有意見喔 現在提這個案子 你們通通沒有意見喔 你們是怎麼樣啊 噴到扁案都裝傻 噴到扁案就智障 對不對 沒有意見啦 說尊重大院 你講什麼 完全沒有意見 我沒有這樣講 你不要講 謝謝 時間到了 你不要講 時間到了 你不要講 你時間到了 你攻擊我 我那來攻擊你 我那來攻擊你 我那來攻擊 因為你們沒有意見啊 你沒有意見啊 因為你們沒有意見啊 你贊成了反對 你講 請問你贊成還沒有意見 贊成反對 我問你贊成了反對 你贊成了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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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出來啊 他講好不是智障 你隨便能罵個機關 因為你們 當然是不智障啊 因為你們不表示智障 還在講法部是智障 當然是啊 你在講專制法部是智障 因為你不表示智障 因為你不表示智障 再是智障 你這樣就是不可以有機關 好 謝謝 因為 我在說第二遍 他講起來就要侮辱公家機關 好 你是處理 好好秀口德啊 蔡次長 這個地方不是你來跟委員吵架的地方 沒有關係 你們是 事後要人家 因為委員在那邊 直接講話 人家講那麼理由 啊你法務部沒有那個理由 你速度交出來聽看看 你們從頭到尾都沒有 把本部的立場跟紀錄 剛才 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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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反對你沒有啊 他問你贊成的反對你沒有啊 他問你贊成的反對你為什麼不講 我剛剛跟他講 不是贊成的反對的問題 機關來表示意見的贊成的反對 就可以決定 來他們簡單的 好 我們立委請你了解一下 你沒有當過立委不知道了 那個 我們立委認為的提案 行政部門都有贊成反對 都寫 尊重 這個意見很好 或者是 保留 我們不兇兇 我們沒有看到法務部這樣的意見啊 沒有這樣的東西出來啊 意見再講 剛剛都講得好 沒有 我再講一次好不好 時間沒有了 不必講得好 時間沒有了 來 這個 我有跟次長說明一下 那 5秒鐘 10秒鐘 30秒都是我的權利 好不好 來 謝謝 這個 我也希望以後我所有的法律修正案 通通 司法院跟法務部都像今天一樣都予以尊重 好 接下來